中文字幕志愿者 集经验作为跳板的职业 不过群艺房屋秘书组长杨富珍可不这么认为 十多年前杨富珍独自从苗栗通宵前往台中念书打拼 从学生时代便受到电影启发 立志要当个超级秘书 希望能靠着圆融及协调能力独立处理大小事情 后来误打误撞进入房仲业 一转眼已经四年过去 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自信 从以往上台说话很容易紧张 经过不断自我训练 现在已经能在公司乐会担任主持人 对着台下数百位业务谈笑风声 嘿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Kachina 大家好 不太好 嘿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Kachina 勤奋努力的工作态度也因此受到长官重视 接受管理之后工作压力自然变大 平常为了抒压 常常到公园散步 放松心情 想想事情 而对于未来他则认为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希望能够靠自己的能力 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那对于这个房子我没有别的要求 就是我希望他的view很好 因为我好喜欢看夜景哦 那希望我能够在公司发展很好 因为我的目标就是我要成为一位超级秘书 加油 跑车就帮台中报道